是你在我悲傷時牽起 我的雙手讓我不再一個人哭泣 是你給我勇氣面對每個難題 就算絕望也不會放棄 留不下的變成空格 我曾愛他 各位啊哈大明星的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是許文芳 這首歌的概念就是 從學生時期到長大之後的戀愛 在戀愛的過程中會經歷一些困難 就是一些戀愛的經驗 很榮幸 可是我快要變老了 等一下 希望我可以不要畢業 一直當高校女生 有突然被告白 然後我就跑了 什麼 就是有一次在大學 但是在大學的時候 然後我在一個餐廳裡面要吃飯 然後就跟我的朋友 就突然有一個人就跟我說 我可以跟你要電話嗎 然後我就說 蛤為什麼 因為我喜歡你 對 對 然後他就直接跟我這樣告白 李嘉歡 完全沒有猶豫 我們去韓國 是突然去的 就我們就在聊天 然後我就說 蛤為什麼我們去韓國 然後他就說 他也好想去喔 然後我們就說 還是我們看一下那個行程表 看可不可以去 前天訂了機票 一天整理行 然後隔一天就飛了 這還蠻好笑的耶 他是一號 我是二號 他第一個唱 我是第二個 因為 要做一點效果 所以我們要聊天 我們就從 完全不認識 一直聊聊聊 我記得那時候 因為太想睡覺 然後攝影棚又很冷 然後 我就不小心 又有點點睡著了 然後他就說 雪芳快起床 快起來 不要睡這樣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 後來我們就是 變得蠻好 我唱那個聲音是 是吸進來的 不是像我們講話 是這樣子吐出去的 那時候 我是去上了幾堂 金屬樂的課程 老師就教我 你會 小鐘笑嗎 學小鐘笑 然後他就說 就是你就學他 呵呵呵 就這樣笑 然後笑久了 你就會 喔 就這樣 那你可以像他一個句嗎 放風連著 教明的人 就是 呵呵 呵呵 辛苦了 真的很謝謝你們 就是一路上支持我 我知道很多人都 就是從我高中的時候到現在都一直很支持我 而且我覺得他們對我的那種愛 就是我覺得超越粉絲的愛 我覺得 就是其實想起來我會覺得很感動 工作的時候 有時候我可能會有一些小事 我就是沒有做得很好 他們會給我很多的鼓勵 然後給我一直很多的留言 然後讓我看 然後他們就是我前進的很大的動力 就覺得很謝謝你們 十二月份的時候 我會舉辦我的生日會 對 因為我是摩羯寶寶 喔 對 然後資訊的話 可以到我的Facebook跟IG 關注喔 呵呵